女人只是在飞机睡了个午觉 醒来竟发现身旁的女儿不见了 她连忙站起身搜寻 可环顾四周都没有发现孩子的踪迹 凯尔慌了 她又再次往回走 向临近的乘客打听女孩的下落 诸步搜寻无果后 凯尔只能寻求空城人员的帮助 当被告知休息室里有一个小女孩时 凯尔激动的走上查看 结果并不是她的女儿 她再次和空姐描述女儿的特征 谁知空姐竟说没任何印象 甚至说没看到凯尔带小孩上飞机 于是凯尔又转身回到客舱里继续查找 可返回客舱后 凯尔的内心就愈加忐忑不安 当她折返回和女儿睡午觉的位置 看到座位上只有女儿不离身的玩偶时 才终于确信女儿不见了 女乘务员知道后 当即就用广播公布孩子走失的情况 凯尔不想只坐着等待结果 她是飞机制造工程师 对飞机的内部构造了如指掌 便提出去检查厨房休息室等隐蔽的角落 可尽管她说的头头是道 机组人员也不敢轻举妄动 便以需要请示机长为由 让凯尔先回座位稍坐等候 为了安抚凯尔的情绪 还特地安排其中一位空姐陪伴左右 然而过了许久都没能得到结果 加上女儿至今下落不明 凯尔也跟随郁家着急 然而更让凯尔感到惊慌的是 坐在她周围的乘客 居然都说没有看到她把小孩带上飞机 可她明明是带着孩子 和已故丈夫的棺材一起上飞机 不久前丈夫意外离世 凯尔特地请求殡仪馆的工作人员 将丈夫的尸身打包好装进棺材里 让她随女儿和凯尔一起乘坐飞机返回故乡 这也是女儿出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 为了给族女儿安全感 凯尔甚至提出把她抱在怀里出门 母女俩抵达机场后 凯尔就下意识地抬头查看航班信息 然而当她缓过神回头看时 却发现身旁的女儿不见了 偌大的机场里人来人往 孩子要是被恶意带走 就很难再找回 凯尔杰利从密集的人群中冲出 终于看到 女儿就站在在不远处临时店里 丢失女儿的恐惧 让她直冲孩子开骂 年幼的女儿随后危害妈妈担心道歉 凯尔的情绪也随之变得缓和 再而教导孩子要注意在外安全 虽然在工作上经常和飞机打交道 可这次的飞行却让凯尔很紧张 因为她不仅要照看顾好幼小的女儿 还得要确保丈夫的尸身能如期回到故乡 凯尔带着女儿坐上飞机后 一路都很是谨慎 她看到紧随他们而来的是一家四口 这家的小孩一路上都在吵闹 直到爸妈大声斥责才安静下来 而之后登机的乘客里 凯尔看见了一个似曾见面的胡子男 然而当她深入回想时 又被那一家四口的小孩吵架声干扰 最后是她对向后座的男乘客 先找空姐投诉 客舱里才安静下来 凯尔不禁一回望 感谢这个未明除躁的男人 飞机外的喷水除冰 吸引了女儿站起观察 而随后运送丈夫的尸体 更是让女儿定睛看了许久 为了让孩子放轻松 凯尔带着女儿到最后排的空座位休息 却没想到一醒来 孩子就不见了 眼看女儿失踪 已有三个小时 尽管一旁的空姐 一直安慰凯尔放轻松 内心对女儿的担忧 还是让凯尔无法安宁 她又再次冲进乘务间 询问情况 可空姐一见凯尔进来 竟直接上前阻拦 女乘务员 更是刻意避开凯尔接听电话 在凯尔的逼问下 乘务员终于说出实情 妈妈明明带着女儿坐上了飞机 机组人员却说 并没有女儿的登机记录 为了证实女儿消失前 一直在自己身边 凯尔想到了登机证 可无论是她的口袋里 还是携带的行李中 都没能找到女儿的登机证 种种迹象都在表明着 孩子似乎并没有上过飞机 凯尔开始怀疑 女儿是被蓄意带走 于是他不顾乘务员的阻拦 静止冲向驾驶舱 找寻求机长的帮助 走进驾驶舱 就开始不停地拍门 然而还没等来机长 他就被身后一个 自称空中警卫的人制止 凯尔被迫停止求救 回头一看才发现 这位空中警卫 正是坐在他对向后座的男乘客 在警卫的安抚下 凯尔的情绪才稍有缓和 机长听到动静后 很快也从驾驶舱出来 可一听乘务员说 没有凯尔女儿的登机记录 就连孩子基本的登机证也没有 再加上随行的空姐也说 对孩子没有印象 机长也不免认为 凯尔并没有带女儿上飞机 当知道凯尔此前 有服用过精神药物后 机长更倾向于相信 带女儿上飞机 不过是他的幻觉 凯尔无奈只能解释 是因为丈夫的意外离世 自己情绪焦虑 不得已才服下的药 然而 机长依旧对凯尔的说辞 持怀疑态度 所幸凯尔曾供职于航空公司 通晓航班规则 要求机长务必遵照程序 帮他找回女儿 机长最终还是答应他 要求机组人员 尽力协助凯尔继续寻找孩子 而为了避免凯尔再次冲动行事 警卫始终紧跟在他身后 就在凯尔寻着客舱 一路搜寻时 静又看到了登机前 觉得熟悉的胡子男 近距离的对视后 他才顿时想起 胡子男昨晚就住在他家对面 还趁夜里站在靠近窗外 偷看他的女儿 凯尔便认定是 胡子男带走了孩子 胡子男坚称自己被冤枉了 昨天晚上不过是因为出差 才暂住在凯尔家隔壁的酒店 夜里只也是在看电影 并不是偷窥 为了摆脱 偷走凯尔女儿的嫌疑 胡子男只能公布 自己的私人消费单作为证明 还不忘调侃凯尔是在幻想 被激怒的凯尔随即就和胡子男产生了肢体冲突 所幸一旁的工作人员及时阻拦 才没有酿成伤害 眼看凯尔的情绪起伏大 甚至会冲动到动手打人 警卫也开始怀疑一切 不过是他的假想 他开始不停复盘凯尔的怀疑 无论警卫如何询问 凯尔都没能给出明确的解释 然而 面对为什么专挑女儿绑走时 凯尔想到 因为他熟悉飞机的结构 飞机上极有可能有要挟持航班的坏人 他们需要利用女儿来威胁他帮做事 眼看凯尔郁佳确信这一猜测 机长却前来阻止他继续搜寻女儿的下落 因为他的女儿已经死了 为了让凯尔确信女儿死亡的消息 机长更是拿出了一张医院的传真 上面正证实了女儿六天前就离世 然而 今天和女儿的相处依然历历在目 凯尔就更坚信 背后隐藏有大阴谋 他怀疑机组人员很有可能是帮凶 便不顾阻拦再次冲出客舱 要继续寻找女儿 却被刚刚得罪的胡子男一拳撂倒 由于头部很撞击到座位上 凯尔当场就陷入昏迷 再次醒来后 他发现自己坐回了客舱的座位 身旁有监视他的警卫 还有一位自称是精神治疗师的女人 是机长特地请来帮助凯尔缓解内心压力的 飞机上所有人都说女儿已经离世 只有妈妈坚持相信女儿还好好活着 由于机组内没有显示孩子的登记记录 凯尔也没能提供孩子的登记证 而机长却收到凯尔女儿的死亡证明 当知道凯尔不久前丈夫也意外离世后 机长就更确信 他是受刺激出现幻觉 为了兼顾飞机秩序稳定 他特地让乘客里的精神治疗师 前去帮助凯尔舒缓内心的压力 在治疗师递进室的开导下 凯尔内心压抑的情绪彻底得到释放 负面情绪被排光后 凯尔也变得愈加清醒 他慢慢察觉到丈夫的意外离世很离奇 如今女儿也突然消失不见 这其中似乎隐藏有重大的阴谋 为了查明背后的真相 凯尔更坚定要继续寻找女儿 由于身旁还有不信任他的警卫监视着 凯尔便借口上厕所 摆脱了手铐的束缚 凭借工作时对飞机构造的了解 凯尔很快就从厕所爬到了飞机的线路操控室 面对复杂的线路 他丝毫不慌 一顿猛操作后 飞机的防护口罩突然弹出 乘客们以为是飞机遇险 纷纷枪戴口罩 凯尔随后再重接线路 客舱的灯光瞬间熄灭 客舱里一片混乱 吸引机组人员前来管控秩序 凯尔也趁无人注意时 走进先前还没来得及搜寻的货舱 可四处寻找后 也没有发现女儿的踪迹 当看到丈夫的棺材时 他怀疑女儿被坏人关在丈夫的棺材里 便激动的上前打开 然而里面却只有丈夫的尸体 凯尔最终飞弹没能找到女儿 还被警卫发现他的行动 最终被强行押回货舱 见肆意制造恐慌的凯尔被押走 受惊的乘客们都纷纷鼓掌称赞 他们一定想不到 眼前这个看似正义的警卫才是坏人 当确认凯尔乖乖坐在原位时 他吩咐乘务员加强监视 而他则私自走回凯尔刚刚去过的货舱 他先是到凯尔丈夫的棺材里 拿走事先藏好的炸弹 再逐一安放在货舱里 而凯尔的女儿正式被他藏在客舱里 随后返回寻找机长 竟以凯尔的口吻向机长勒索500万 否则就会引爆提前藏好在飞机上的炸弹 由于机组人员里还有凯尔的内应 所以机长还需要安排一架新的喷射机 好让飞机降落后 凯尔能和内应一起离开 警卫的严密谎言 加上凯尔全程的反常行动 让机长更确信凯尔在蓄意挟持飞机 而返回客舱后 警卫却告诉凯尔飞机会临时降落 因为会有警察前来协助寻找他失踪的女儿 轻而易举就让凯尔和机长都陷入骗局里 机长为了确保所有乘客安全 最终一切都遵照警卫的要求进行 而当凯尔看到最后撤离的机长时 却要求机长在他女儿找回后向他道歉 凯尔听后一脸猛 直到看见警卫独自走下飞机 周围布置有重大罪犯才会出动的警力时 他才知道一切都是警卫的剧本 而他一定有同伙混在还未下飞机的机组人员里 于是凯尔命令他迅速返回飞机 否则就会公布他设计的阴谋 为了救出自己的同伙 警卫只能再次返回到飞机上 机组人员相继撤退后 警卫悄悄地关上了机舱门 想要暗自解决凯尔 却没想到凯尔会先从他背后偷袭 警卫被砸倒地 凯尔趁机拿走了他身上炸弹的引爆器 然而还没逼问出女儿的下落 警卫的同伙就缓缓走来 正是一路跟随在凯尔身边的女乘务员 凯尔见状迅速走开 返回到最有可能藏有女儿的货舱 果真发现了被警卫偷走的女儿 而远处的警卫为了刺激凯尔现身 不停说着自己的阴谋 甚至承认凯尔丈夫的意外去世 也是他未开 斩截击计划的要素 眼看警卫步步逼近 货舱周围还有他安装好的炸弹 凯尔便先将女儿抱到安全的机舱里 随后再把警卫引到他自己布满炸弹的货舱里 凯尔迅速关闭货舱门 随后果断按下引爆器 货舱的炸弹瞬间爆开 警卫最终没能得偿所愿 葬身火海 爆炸结束后 凯尔抱着女儿从飞机烧毁的烟雾中缓缓走出 一路质疑他的机组人员才知道 凯尔并没有撒谎 这个伟大的妈妈一路孤军奋战 治斗坏人 最终就回了女儿